聪明鸟窖还有蝉蝉流水山 舞蹈团的成员们 化身一条条蓝色的小鱼 姿意悠游 五举五束呈现出水中惬意的一面 也为写意台中新书发表 揭开序幕 那么谈到文化 谈到文学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 包括在诗色 台中的绿色等等 这些都是奠定的非常深厚的基础 台中市所培养出来的文学作家 非常的多 那当然看到我们陆寒秀 陆老师 甘老师 这些都是非常知名的作家 各位就可以了解到 我们印译了很多文学的种子 2013台中市作家作品即正式发表 一整套书有八本 八位作家轮番上台 接受蔡副市长奖状还有新书的颁赠 而这次的作品集包含四本新诗 三本小说以及一本报导文学 内容涵盖了社会观察 乡土情怀 还有生活影像等等 诗可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又可以影响最深远的一种文类 我们当然期待其他的作者 其他的作家 明年有更好的作品 我们希望明年 不要光只是诗占的多数 我们期待能够像有比较大和事的小说 因为长篇小说毕竟出版的机会比较少一点 如果由我们工部门来帮帮出版 我相信也会对我们小说的创作更有帮助 将套书装成礼盒 外观还有漂亮雕花 看起来就像是蛋糕礼盒一样 不管是收藏还是送人都相当典雅 而这一套书民众除了可以在29区的区图书馆街道之外 在书店也有贩卖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订购 友军台中采访报道